欢迎您收看7月17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张麒麟 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年第九号台风雷马逊虽然不会直接清洗台湾 但外围环游依然影响墾丁东部以及澎湖一带的沿海 在海上容易出现长浪 提醒要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今天全台各地还是维持着高温晴朗的好天气 提醒大家要留意中午的高温 白天拖防晒和补充水分 中午过后山区则可能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另外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东南部和南部也可能会有短暂震雨 但接着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以色列军方连夜轰炸了哈马斯集团多位政治领袖的家 并警告加沙走廊地区10万居民在进一步的空袭之前撤离家园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荷兰应对斯雷布雷尼查300人的死亡负责 1995年7月在波赫的斯雷布雷尼查 超过7000位穆斯林男子和小孩遭到杀害 荷兰法庭裁定 荷兰应对其中300人的死亡负责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因无合法身份被拘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 台铁花东县一味难求 交通部长叶匡时说推离逢优惠 来看到日本招任新闻报道 16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工程县视察 安倍走访了灾民居住的公共住宅 安倍表示接下来如何照顾灾民的身体 与心理健康是必须的努力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您来看到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正在巴西举行 金砖五国第六次峰会 会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宣传要改写国际金融秩序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实际效果有限 金砖五国的第六次峰会周二开幕 今年的重点是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这个酝酿了一年多的银行 按计划启动资金是500亿美元 由五个国家均摊 由于之前各国对银行总部的选址存在分歧 最后折中的结果是总部设在上海 首任行长由印度代表担任 预计五年后 下一任行长由巴西代表出任 市场推测这个银行的作用主要是向新兴国家的基础建设 发放贷款 金砖五国联合成立开发银行 从它的宗旨看来是想取代世界银行 和国际国际金融IMF在世界上的一些作用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研究 金砖五国发展银行在未来十年内 每年大约可以放出34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这与世界银行今年将借出的610亿美元相比 相差很远 峰会的联合宣言也宣称 将建立一个规模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资金 当成员国出现债务危机等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 但事实上 与2001年金砖国家这个概念首度被提出相比 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 金砖五国今年平均经济成长率估计只有5.37% 是7年前经济增速的一半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也分析指出 金砖五国之间在地缘政治等问题上存在着各种新旧分歧 这五个国家真的能组成一个稳固的经济实体吗 专家们都持保留态度 新唐记者林岚纽约报道 带你用一百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近来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忧虑加深 而且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神话破灭 投资人变得谨慎 台湾国营人民币存款持续降温 连续两个月成长不到百分之一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甚至连两个月负成长 宏达电高层人士异动传闻不断 上任一年多的行销长何永生传出将离职 日之长达16年的研发与医院总经理刘庆东 则传将退休 对此宏达电请说何永生目前在休长假 但未证实是否已经离职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微软寻求集团瘦身 传出锁定先前并购的Nokia手机事业 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裁员 裁员人数可能超过2009年的5800人 规模为以来最大 行动通讯服务公司LINE 已向东京证交所提交IPO申请 市场估计LINE的市值上坎超过1兆日元 相当于98亿美元 之后可能还会赴美IPO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 全球半导体龙头台积电昨天召开法说会 均对第三季展望董事长张忠谋表示 将会是创纪录的一季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发出会上 肯定自家居领导地位的 20与16奈米制成技术 这也是台积电未来三年的成长主力 不过先前三星与台积电争取iPhone 6的8.8 苹果选择了台积电 但在2014年初 由于台积电20奈米良率还不稳定 苹果试图回头找三星生产 不过三星选择直接供14奈米制成 与苹果下一代处理器晶片A9 领先台积电的16奈米进度 三星将可能先争取到A9订单的机会 面对竞争对手张忠谋宇带保留 而第三季20奈米制成比重将达10% 第四季20奈米制成比重将于20% 2015年20奈米制成比重将于20% 另外随着4G需求强劲 也将带动台积电第四季营运 台积电第二季营收 在20奈米制成订单爆满 加上8寸产能满载推升下 寄增23.48% 来到1830.2亿元 写下历史新高 也看好下半年发展 新航人亚特电视高线的伦理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继续来带领关心 昨天晚间 北京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 突然遭到并不明身份的 便衣暴力殴打受伤 当时胡佳刚走出地铁站 正准备开车 胡佳说在停车的位置 遭医友人埋伏好 突然就有两个人一拳上来就打脸 第一拳把胡佳打到流泻 第二拳把胡佳的眼镜框打飞 从胡佳上传网络的照片看到 他撑了雨伞被便衣拳脚打弯 在胡佳被打的位置 街边的白色护栏上 却画着一个红十字 而别的地方却没有 而在几天前 7月7号正值德国总理 梅克尔访华期间 胡佳被北京警方 以所谓涉嫌殴打他人的罪名带走 涉足两岸影视圈资深媒体员 徐加森上周六 经传在北京遭扣留限制处境 五天过去 还机会对徐加森被扣留的原因 远然不清楚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毡 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渴望自由 我们守护台湾 可是 我们不想要 我们爱真相 我们爱自由 我们爱台湾 我们爱NTT 开启INTT有三招 第一招 打開商店 第二招 搜尋INTD 第三招 下載安裝APP 讚啦 開啟INTD 你就掌握先機 歡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繼續來關心涉佐兩岸影視圈的資深媒體人徐家森 上週六經傳在北京遭到扣留限制出境 五天過去 海基會對徐家森被扣留的原因人不清楚 只知道徐家森被對方要求協助調查 由於徐家森的另一個身份 是今年台北電視節承辦公司的負責人 現在他被扣留在大陸回不來 許多外媒也開始關注 今年台北電視節參展規定所引發的爭議 今年台北電視節承辦單位核展公司總經理徐家森 上週六在北京準備搭機返台時 在機場遭扣留限制出境 五天過去 海基會每天數次致電海協會 至今仍未獲得明確答覆 跟海協會聯繫 請他們了解狀況查明原因 那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據了解扣留徐家森的單位 並非國台辦 事發後 家屬也沒有委託海基會居中協處 而是由徐的公司出面 目前只知道徐家森被告知 當局有事要協助調查 沒有被關押 好幾次嘗試聯絡徐先生本人 但是他電話都沒有接 那我們是透過他的公司 來了解他目前的狀況 徐家森在台灣媒體圈頗有名氣 常年與大陸央視合作戲劇 在北京街場遭扣留消息傳開 引起不少揣測和關注 由於說可能是和央視近期遭整肅有關 英國BBC中文網則以台北電視節 承辦影視人士遭北京扣留為題 關注今年台北電視節 台灣文化部修改參展規定 被質疑銀河中宣部審查 排除新唐人參展 不排除徐家森遭扣留 可能與他作為台北電視節 承辦方的身份有關 今年台北電視節的承辦單位 核展公司總經理徐家森遭中共扣留5天 至今原因不明 有平面媒體報導 徐家森可能是捲入近來 中共對央視的政治清算 觀察中國政壇從政商媒體戒員市 相繼落馬 習近平政權似乎有意加速 清算江澤民勢力的動作 中共的權力鬥爭會不會波及台商 前台集會董事長張炳坤表示 在所難免 台北電視節承辦單位負責人之一 徐家森遭中共拘留第5天 有平面媒體透露 徐家森可能捲入近來 中共對央視的政治清算 才會遭到扣留 但赴大陸發展多年 與中共政商關係密切的台商大有人在 隨著中共政局內部權力鬥爭浮上台面 前海集會董事長江炳坤表示 台商受波及在所難免 台商這些企業在大陸佈局 會不會因為中共內部的這些動作 有些影響 有些台商在所難免 因為據我所瞭解 他們會追根究底 那甚至於他要這個收費人要坦白是誰送錢 那麼難免我相信也有一些台商受到這種調查 中國政壇近來以速貪之名 加速展開對江澤民周永康派系的親腳 與周永康關係良好的前央視副台長李東升被開除黨籍 多名主播 記者 製作人也相繼遭調查 另外江澤民的軍隊勢力 前中共軍頭徐才厚也被開除黨籍 幾個月來江澤民周永康派系 至少三百多人被拘捕或問訊 相當於四千多億台幣的財產遭沒收 現在可能也波及台灣商界媒體界 後續發展受到關注 新廠野台電視 陳惠堯 張明竹 台灣台北采訪報導 繼續看到中石油在被爆 由海外兩高級主管被帶走 中國財新網記者經多名消息人士確認 中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公司副總經理宋義武 在上週被帶走 而中石油在加拿大地區的實際負責人李志明 也在6月底被召回國後 在機場直接被帶走 在此之前 已經至少有8名與周永康 關心密切的中石油高層和新副被捕 記者帶您瀏覽國際重要訊息 俄國首都莫斯科地鐵出軌意外 目前死亡人數增加為21人 受傷的乘客超過160人 當局已排除是恐怖攻擊 並表示導電鐵軌突然斷電 才是發生意外的主要原因 俄羅斯調查人員表示 已拘押兩名莫斯科地鐵員工 強烈颱風雷馬遜直撲菲律賓東北部 菲律賓當局表示 雷馬遜15號在菲律賓旅宋島南端登陸 16號抵達馬尼拉已經造成10人死亡 多個省份停電 疏散的人數已達37萬人 網路上最近瘋傳一張少年懷特的照片 照片中的亮點是懷特身後 坐在長椅上的兩名男子 近是古神巴菲克 以及劈頭斯成員保羅麥卡伊 少年幸運的同時巧遇兩大名人 他將照片傳上往後 引發極大關注 外媒也紛紛報道 睽違十三年 牧村拓栽打破自身不接演續集的原則 在Hero 2中再度詮釋 不按牌理出白的帥氣檢察官 久力深公平 日本播出Hero 2第一集 就創下平均收視率26.5%亮眼成績 超過借雅人的伴則指數 福山雅治破案天才鐵利略2013 新唐人雅特電視真密報道 今年的世足賽 德國隊以1比0擊敗阿根廷奪下冠軍 正是在足球場外的最大贏家 非社群網站莫屬 本屆世足是臉書史上最大的體育事件 就連國際組總的APP下載量也創下記錄 紅頭半邊天的十足熱潮 將社群網站與手機應用程式APP推向高峰 Twitter、臉書、微博和Instagram 創下各種流量記錄 國際組織總會在Instagram的追蹤人數 有4.2億上升到8億 還有國際組總的手機APP 也突破2800萬次的下載量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數量總計 我們看到跟提及這些國家 提及世足賽的 跟平常比起來就超過20多倍 根據Twitter公布的數據 世足賽轉播中 決賽就創下了1分鐘 61萬8千多則訊息的最高紀錄 而社群網站臉書在決賽期間 包括發文、按讚和評論 進行了2.8億次的互動歷史紀錄 輕鬆打破去年超級倍的2.45億次互動紀錄 這些現見社群媒體對賽事的影響力 要較過往更加鮮明 那因為比起4年前 第一個是即時性 4年前的那個即時的推波的速度 或者是大家聯網使用的習慣 都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即時 他們反應的時間都更短 甚至是有的人是即時一邊轉播 一邊就在社群媒體上面撲文章 有的民眾一邊看比賽 一邊就在網站上當起了鍵盤球評 就是增加互動性 也更快地將訊息傳播出去 而根據臉書的資料顯示 全球世足賽的參與度 前五名分別是美國、巴西、阿根廷、德國和印尼 新台電視江澤楊編譯 亞洲第一座以哈利波特為主題的影城 前天在日本大阪盛大開幕 電影中主要演員 拽格瑪芬也現身開幕典禮 數千名哈利波特的粉絲迫不及待 進入魔法世界 體驗哈利波特的生活 3、2、1 Radio 拽格瑪芬和露娜、盧古德施展魔法 煞時一陣煙霧瀰漫 煙霧散開 宣傳波巴洞學院和德蘭姆學院制服的學生 站在門口 手臂上還站著貓頭鷹 赤字約台幣134億元 耗時4年 亞洲首作以哈利波特為主題的環球影城 終於在日本大阪開幕 電影中飾演窄哥馬糞的湯姆菲爾頓 也現身參加開幕典禮 日本粉絲也有機會 走到這個美麗的公園 很興奮看到有些Slytherin的T-Shirts 在那邊 歡迎到霍格華茲 霍格華茲特快車 分內貌 如假包換的霍格華茲城堡 斜腳像內的奧利凡德魔杖店 會說話的畫像 吸引數千名麻瓜大牌長龍 體驗魔法學院的生活 我最愛的 我從小説一巻 我從小説一巻都很大興奮 我非常驚訝 我已經有很多學生 所以我做了很多雜誌 哈利波特魅力十足 主題樂園開幕 勢必再掀起一股魔法旋風 今晚還電視張麒麟編譯 林叔豪今天抵達台灣 預計會在台灣停留一個星期 更詳細的訊息 下一集早安新唐人一起帶你來關心 中醫中國古老智慧的精華 掌握精脈就能掌握健康 及時救命 由知名中醫師林貴主講中醫療法 教您預防肝病高血壓心臟病 享受快樂長壽又安心的生活 訂購電話 訂購電話 02-268-3252 轉分機1125 或上PChome網站查詢 健康養生專輯 健康養生專輯 將持續進行 來自民間的公益組織 事故原因是大規模網 歡迎回來 許多民眾家中的電器已經老舊 但又還可以用 不知道是不是要換新的比較好 接下來新聞我們教您如何判斷 最近全台的用電量持續攀升 而家中總是有一些老舊的電器 像是冰箱冷氣等等 我們該如何DIY的來判斷這些家電 是否符合節能省碳的標準呢 而我們要選購這些家電的時候 又有哪些依據需要去做參考 讓我們來請專家告訴你 如果冰箱上層冷凍庫很冷 下層冷藏不冷 可能是風扇馬達出了問題 不過如果是下層冷藏太冷 導致裡面的東西都結冰了 可能是溫度感應器壞了 影響冰箱用電量最關鍵的就是它 這個門尺條如果說它已經鬆掉 它這個密合度已經不好了 你設的冷度壓縮機永遠達不到 它會一直在運轉 一般冰箱的啟動力大概百分之六十五 那你如果門尺條已經鬆掉 它啟動力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用電量可能要五六倍以上 而冷氣則是需要定期清理裡面的灰塵 才不會成為細菌之身的溫床 除了可以省電延長機器的壽命外 也牽涉到家裡人的健康 冰箱的話還是跟冷氣的一樣 它還是智能的東西 它還是靠壓縮機 所以政府也是有規定一級到五級 所以原則上還是要選擇一級跟二級的 那再來冰箱的話 不要買了人口數很小 但是買了很大 那將而是在一種浪費 無形中的浪費 冷氣除了看分級標章 還要依據空間平數的大小 來選擇適合的冷氣 才能達到節能省電又涼爽的目的 新唐人亞太電視如天長黃庭峰 台灣台北報導 台一NBA好手林舒豪 將在今天八點抵達台灣 這次林舒豪 一級會在台灣停留一個星期 這次他將以胡人對身份露面 也加緊練習中文與粉絲們見面 林舒豪13號在臉書上 放上了與母親一起開心 比出LA首飾的照片 並寫道 謝謝休士頓的球迷 媒體和火箭隊的全體同仁 教練團和這兩年 和我並肩作戰的隊友 雖然在休士頓的經歷 和我想像的有點不一樣 但上帝總是有最好的安排 我永遠會珍惜這段時間 我非常感謝能為胡人隊打球 很興奮要開始訓練了 林舒豪進行的個人亞洲活動 因為上週要趕回美國洛杉磯 完成與新東家胡人隊的簽約事宜 原本預計今天抵台的行程 順延一日到明天晚上8點抵台 而他之前也花了時間練習中文 幾點起來 每天都不一樣 不一樣 差不多可以9點到10點 現在我比媽媽早起 去年8月林舒豪來台展現平民峰會粉絲 這次抵台 運動品牌商也提前宣傳 甚至網路轎車系統也以林舒豪為噱頭 搶搭豪笑紫商機 新唐兩台電視整理報導 藝人Selena 2010年10月在上海拍攝電視劇發生爆破以外 造成全身54%的面積嚴重灼傷 日前她向大陸觀眾勇敢公開燒傷的輪椅照 也哽咽感謝父親 全身包緊滿臉通紅 短到不能再短的頭髮 這是Selena任佳萱 在大陸遭火吻後拍下的照片 首度曝光 儘管痛苦她還是微笑比出大拇指 是因為高溫因為熱瞬間捲曲 變成像短髮一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 竟然還有心情請我助理拍照 天鑫 爸爸來了 阿丁來了 不要怕 我們都在這裡 一起往事Selena還是哭了 浴火重生三年多 Selena多次向粉絲抱歉 說讓他們擔心了 最感謝的還是一路相伴的爸爸 以及丈夫阿丁 很謝謝她 因為她是 離我最近的那個人 她一定更能深刻的體驗 體會那些商友家庭的感受 丈夫阿丁曾為了Selena 在中國的事故求償奔走 現在則投入公益 幫助燒烫傷病患 三年前的事故 深深震驚台灣觀眾 也讓台灣藝人 在大陸的風險與權益 受到討論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接著來看到今天7月17號 星期四有哪些重要的活動 上午十點金鼎證券創辦人 張平找等被控證交法案件宣判 前總統李登輝出席 推動台灣第二次民主改革 研習營授課 財經活動2014巴猶財晚生計大展展情記者會 台北卡運動極點轉健康記者會 記得帶您來看到7月17號的天氣預報 天氣預告 車子 向前進 坐下 車子 櫻井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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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元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